宗教可以教化人心改善社会风气 尤其台湾民众对王爷千岁的信仰相当虔诚 根据母庙南昆森戴天福统计 全台大约有700多座王爷庙 甚至分离到东南亚的泰国 由当地华侨在曼谷设立仙罗戴天宫 2019年5月9号 仙罗戴天宫主团回到台湾业主进乡 有来自全台各地王爷庙 600多名信徒跟新北市北海宫主委何文胜 台南南昆森戴天福董事长王年兴 高雄戴天宫董事长周和胜 跟立委周天宁一起到机场迎接 泰国仙罗戴天宫董事长于清生 还亲自上场参与沿街游行几败的队伍 非常的高兴 怎么兴奋 因为泰国的王爷回来了 来到北海宫参拜北海宫的王爷 最主要他会来这里进乡 回母庙 这次泰国仙罗戴天宫 来台五天的行程当中 就先到中和北海宫住驾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神明跟信众 5月9号下午中和北海宫还安排五龙武师大补队 七爷八爷跟热闹的台湾辣妹舞团队伍 带领各地公庙信众 从武泉公园出发 步行将近半个小时之后 才慢慢进入北海宫 整个仪式不仅庄严隆重 还相当温馨热闹 吸引了许多附近的民众前来看热闹 科疗保安宫王爷联谊会表示 台湾的王爷信仰已经超过300年 这次泰国仙罗戴天宫 来台业主参拜敬香 显示王爷千岁神威显赫 信徒香火鼎盛 也成为台湾宗教新南向交流的典范 我们很欢迎我们这回 台国险落台天宫 可以来台湾进庙来访问 因为我们现在在国内的南向 所以人在交流时也要交流 所以今天很欢迎台国险落台天宫 我们台所廟是很欢迎 怎样很欢迎 一年都有一宿 正在利庄去里要做 因为我们国险的投赛这样反应 就算是反应 代表北海宮再次歡迎 我們泰國 也先讓台天宮 立臨到北海宮 在這裡再次感謝 也感謝 我們今天的南冠心 有很多的台天府 我們公廟府 大家共同在這裡 大家歡迎 中和北海宮 晚上還特別選在副主委吳美秀 所開設的雲林鵝肉海鮮餐廳 準備了十幾桌 新鮮美味的台灣高級宴席料理 招待海內外來的貴賓 王爺聯誼會表示 將來還會以神明慈悲的胸懷 帶動各地宗教交流 吸引更多人參與傳統文化活動 增加社會安定的力量 繁榮地方的經濟 記者 崇文旭 蕭又金 桃園 新北報導 詞文字幕 李宗盛 詞文字幕 李宗盛 詞文字幕 李宗盛